八点气象时间 首先来看其实影像是新北市的中角湾 可以看到阳光已经露脸 天气看起来蛮不错的 确实今天天气其实已经慢慢的好转 水气也蛮少 请大家好好把握今天的好天气 因为如果以北台湾来讲 明天要变天到时候降雨会变多 而接下来透过卫星云图提醒大家 今天改吹的是一个偏东风的状态 所以除了迎风面有一些降雨之外 其他水气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少 只有西部的山区午后会先零星的降雨 其他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请大家好好把握这样的好天气 可以洗衣晒背 因为明天又要变天了 尤其刚刚提到的北台湾以及东半部 明天又要降雨而且要降温了 讲到降温先来看看温度了 今天各地的温度是进一步回升 但早晚低温还是有24 25度左右 而今天最低温在新北市实地20.8度 至于今天高温的部分基本上都超过30度 西半部高温甚至有机会来到32 33 不排除又有机会来到34度 而东半部大概31 32度 其实中午时间还是蛮热 而早晚的天气就是比较舒适 至于要特别提醒您 明天又要受到了东北风影响 所以又要变得比较凉一些了 明天因为降雨增多 所以北台湾的温度是明显的下降 红色这条是台北的部分 北台湾明天高温大概剩下29度左右 而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 29度 但是中南部还是有机会超过30度 而到了礼拜天其实北部的温度会再下降一些 高温大概只剩下26度上下 而中部花莲大概会再降2度左右 而南台湾其实影响不大 而到了下礼拜一东北风稍微减弱 北台湾的温度也会稍微回升 而中南部其实还是有机会超过30度 而流汪温度就来提醒紫外线的部分 因为今天紫外线跟昨天相比 看到红彤彤一片的地方很多 像是整个东半部东北部 还有像是桃园台北跟澎湖 都是来到了紫外线 是高量级 所以提醒您今天中午时间 出门要记得防晒补充水分了 至于今天出门恐怕有些地方要戴上口罩 因为来看看空瓶的部分 今天是偏东风的关系 所以西半部扩散条件相对来说比较不好 目前看起来北台湾跟中部都来到了橘色警戒 过敏族群出门最好戴上口罩 因为对过敏族群这呼吸起来恐怕会比较不舒服一点 而最后提醒您是降雨的部分 因为今天降雨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请大家要好好把握 今天主要可能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降雨 至于明天开始很明显看到 在东北部的部分 这个水气真的变多 因为封面通过东北风增强 所以整个桃园以北 还有东半部降雨都明显增加了 尤其到台北地区基隆以及宜兰 不排除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至于苗栗以南相对来说就是多云稻晴 山区午后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至于到了礼拜天 水气会慢慢的减少 尤其到了下半天 相对来说只有在宜兰地区雨比较多 但上半天 其实东半部还是北台湾 还是稍微有一些水气 至于到了下礼拜一 因为东北风再慢慢减弱了 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 雨比较多 偶偶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感受 以上的是降雨的部分提供给您 最后来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趋势 首先是北台湾的部分 北台湾今天的温度是明显回升 高温有机会来到三十二三三度 但要特别提醒您 好天气 目前看起来只有今天 因为明后天 东北风增强之后 温度也会有所调整 明天高温大概只剩下二十八度左右 至于在中台湾的部分 中台湾今天还是阳光落臉的好天气 高温三十一三十二度 而明天还是有机会超过三十度的高温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今天同样是阳光落臉的好天气 而这几天的状况都是类似 基本上高温都有机会来到三十一三十二度 至于在东台湾的部分 东台湾今天高三十一度 但明天同样受到了东北风影响 还是有一些降雨 所以高温大概只有二十九度上下 以上这一节的气象资讯